大家好 我是Samuel 柳sir 今次我们会介绍Key Signature 调号 我们会讲一下调号有什么作用 以及如何在五线谱上画出来 最后我们都会一起做网上练习 我们现在开始了 调号是什么来的 就是你平时会在乐谱的最开始 这个谱号和时间记号中间 你会见到有一堆升降号 这个就是Key Signature 调号 通常都会在每一行最开始都会再画一次 这个就是升号的调号 也有降号的调号 这个Key Signature 调号是用来做什么呢 就是告诉我们一首音乐是什么调 原来大部分音乐都会根据调性去写 你可能也看过我们写大调音阶的影片 如果一首歌是用C Major写成的 通常都会用C D E F G A D 这些音 就比较少用到可能D Flat 或者G Sharp 这些音 比较少的 如果一首歌是B Major 或者是B大调的 它就会比较多用到B C Sharp D Sharp E F G Sharp A Sharp 这些音 可能比较少用C Natural 或者F Natural这些音 会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像下面这个乐谱 你看看第一行 在乐谱上面有很多临时的声号 因为这首歌就是B Major 整天都要声F C G D A 这些音 就会令到乐谱上面很多临时声降号 写出来又不方便 看也不方便 于是写歌的人 就会把这些声号 写在整首歌的最开始 如果你细心点看看这里 这里五个声号 其实就是F C G D A 透过这个乐谱上面的指示 我们就可以知道 演奏这首歌的时候 有些什么音 我们需要Sharp 你逢是遇到F C G D A 这些音 你都要自动加个声号给它 另一个作用 就是可以透过这个指示 告诉我们这首歌是什么Key 即是它是什么大调 或者是什么小调 小调我们就未教 我们迟些都会讲 所以这个指示 我们就叫做Key Signature 它会告诉我们 这首歌是什么调 一个Key Signature 就会对应一个大调 和一个小调 例如我看到这里有五个声号 演奏的人 就会知道这首歌是D Major 一首歌也有可能 去到中间会转换 所以去到中间的时候 那个Key Signature 都可能会转换 譬如这里最开始是两个声号 这一段是D Major 去到中间如果是转F Major 就会有一个新的Key Signature 下面这一行最开始是D Major 去到中间就改了做C Major 因为C Major没有声降好 那就要加两个还原符号 即是还原了F和C 那别人就会知道 后面这一段就是C Major 还有些小小写谱的习惯要告诉你 有时候去到中间 可能会转换譜号 或者转换时间记号 你都不需要重新写一个Key Signature 那我们如何在五线谱上面 画出这个Key Signature 你要学会在四个不同的谱号上面 都要懂得画这个Key Signature 那有两样东西你要留意 第一就是这些声号或者降号 是一定要跟次序写出来的 那个次序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学写大调音阶的时候 记住的其中一个口诀 那你写声号的时候 那些声号的次序就一定是F C G D A E D 那降好的次序呢 就会是这个口诀 调转来读 就会是B E A D G C F 那你应该都已经记住这个口诀 不是每一次都要写这么多声号出来的 例如如果那首歌是G Major G Major有一个声号 那你就只需要画第一个而已 那如果那首歌是A Major有三个声号 那你就画最左边的三个 那降号一样 如果那首歌是B Flat Major 那B Flat Major有两个降号 那你就画最左边的两个 那第二样要留意的呢 就是这个Key Signature 画出来一定要是这样的样子 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这个画法 那是什么意思呢 我做一个错的示范 你就会明白的了 例如这个低音普号 五个声号 F C G D A 就一定要是这样画的 那你见到那个第五个声号 A Sharp 我就画在这个位置 那如果画成这样呢 就会是不对的了 因为最后这个A Sharp 我们习惯不是画在这里的 一定要画在这个位置才对的 那我一会就会示范在四个普号上面 如何正确地画出这个Key Signature 以及教你如何记住它们 那我先讲下降好的部分 那你留意下这四个普号上面 降好的Key Signature 其实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它们的形状很似的 都是一个向下这样的Z型的形状 那你记住这个形状 就会帮你正确地画出来的了 那刚才都讲了 这些降好的次序 一定要是B E A D G C F 那你找到第一个降好的B音之后 向上数四个音 就会是第二个降好的E 跟着再向下数五个音 就会是第三个降好的A 向上又数四个音 就会是D 再向下数五个就是G 又向上数四个就是C 再向下数五个就是F 那你可以记住 每一次都是向上数四个音 向下数五个音 向上数四个音 向下数五个音 再向上数四个音 再向下数五个音 那每一个降好的 比它前面再前面的降好的 都是低一个音的 例如第六个降好的C 比它前面再前面的 是低一个音 所以你会看到 会有一个好像斜线的形状 下面这个也是一个斜线 那你可以认住这个向下的Z 那你就可以记得 这四个普号的key signature 怎么画的了 那你也可以留意到 这个向下的Z型的形状 那我现在就在五线谱上面画一次给你看 那你就避免自己会做错 你每次都可以写F C G D A E B 不过记得降好的是由右边看左边的 好了 那我们示范高音谱 我先显示一下 那第一个降好的就是B 那你就在低一点的地方找一个B 那你五线谱之内 其实只有一个位是Bb 那E就向上数四个音 1 2 3 4 那记得数完那个音自己本身 向下数五格 1 2 3 4 5 那你就会找到A flat 向上数四格 1 2 3 4 就会找到D flat 向下数五格 1 2 3 4 5 就会找到G flat 向上数四格 1 2 3 4 那你就会找到C 再向下数五格 1 2 3 4 5 就是F flat 2 3 4 5 那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E D C 这样的斜线 那下面呢 也有一个B A G F 这样的斜线 低音谱号 我们又在低一点的地方找一个B 第一个B flat就在这里了 那第二个E flat呢 向上数四个音 向下数五个音 向下数五个音 或者在第一个Flat的低一格 那第四个Flat呢 就在第二个Flat的低一个音 第五个Flat呢 就在第三个Flat的低一个音 如此类推 那就可以很快 那就可以很快画完的了 中音谱号 那我们先找到第一个B flat 先 就在Middle C的下面 向上数四个音 那看看你喜欢用逐个音 数的方法 还是比较前一个Flat 还是比较前一个音的方法 找到之后的Flat 那只要画到正确 就没有问题的了 那最后呢 次中音谱号 那这个B flat呢 都是在Middle C的下面的 E在第五线 那我就示范了四个普毫的 降好Key Signature 那接着呢 我们就说一下 升好的Key Signature 那我会先说次中音普毫的 因为它和另外三个普毫的 形状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们刚才的降好Key Signature 就有一个向下的设计 那次中音普毫的 升好Key Signature 就是一个向上的设计 那你记住这件事呢 就容易画到这个Key Signature 那你在一个低点的地方 找到F音 然后呢 就向上数五格 向下数四格 再向上数五格 向下数四 向上数五 向下数四 那你就会找到F C G D A E B 那我现在在五线普毫 示范一下 那次中音普毫的F音呢 就是在下面这个C字的 下面那一条线就是F音 那第一个F箱 放在这里 C呢 就向上数五个音 或者你认住Middle C这个位置 C F C F C 接着是G D A E D D 那就画完了 然后就是其他三个普毫的Key Signature 那它们的形状是一样的 高音普毫 低音普毫 和中音普毫 这个Key Signature的形状也是一样的 那就是在高一点的地方 找到第一个App Shop 接着呢 接着呢 就向下数四格 找到C 向上数五格 找到G 向下数四格 找到D 那头四个声号呢 就会见到一个Z型的 那第五个声号呢 就不是继续Z型的 是会向下 再找四格 找到A的 那最特别呢 就是这个A Shop的位置 前面四个声号 会形成一个Z型 去到第五个A Shop 是再向下面找的 F C G D 再向下面找A Shop 接着呢 那两个声号呢 就不难记了 向上找回E Shop 再向下找B Shop 那你就认一下 现在这个形状 F C G D A E B 那我现在就在五线普毫示范一次 高音普毫开始 找到第一个F Shop F Shop F Shop是高一点的地方找的 这三个普毫也是 C Shop 就向下四个音 G Shop 向上数五个音 D Shop 向下数四个音 头四个声号呢 就有个Z型 就会认识 就记得 第五个Shop A 就是再向下面找的 A Shop 就在这个位置 F C G D A A 接着 接着 向上找回E Shop 向下找回B Shop 低音普毫呢 F Shop 就在第四条线 又是向下找四个音 C Shop 向上五个音 G Shop D Shop 第五个Shop A 再向下面找 A 就在这里 向上找 E音 和B 中音普毫呢 第一个F Shop 的位置 其实就很接近 高音普毫和低音普毫 高音普毫在最高的一条线 是F Shop 低音普毫在第四线 是F Shop 中音普毫的F Shop 其实就在这两条线的中间 即是第四件 你就可以继续画后面的Shop C Shop G 在上面 D 就下回 A Shop 第五个 再向下面找 E 就向上找 B 就向下面找 那就画完了 你检查一下 你画出来 是不是和我一样 你也要再练习多几次 再提多你一次 不是每一次 我们都画了这么多个声号 如果首歌是E Major 需要画四个声号 你就只画头四个就行了 不用画后面三个 如果低音普毫 就是画四个声号 代表E Major 中音普毫 如果画四个声号 就是这样 次中音普毫 如果E Major 画四个声号 就是这样 如果B Major 就画到五个 如此类推 如果要画四个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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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低音普毫 画四个声号 就是这样 如此类推 好了 好了 到了做练习的时间 了 课本上的练习 我就会写在Description 那里 另外我们都会做两个网上的练习 一样 我们会在music theory.net 这个网站 做练习 第一个就是staff identification 下面的key signature identification 我们先去右上角齿轮setting 看有什么选 第一个clap 你就可以选 你想练习的练习的练习 我就选了四个我们认识的练习 Key signature 你就可以选择全部 然后除了七个降号 七个声号 不要选择之外 你就全部都选择 Scales 你就只选择major 遲些我们教小调minor的时候 你就可以两个都选择 那我们今天就只做major 那我们可以开始做这个练习 那问题呢 就问你这个key signature 代表什么major 那你可以背口缺 声号 我们数go down and eat breakfast 数到第五个字 就是b字头 那我就记得是bmajor 那两个降号呢 fat boy b字头 那就是bbmajor 六个声号 我就记得是fsharpmajor 两个降号bbmajor 那可能你都发现了 我根本不需要看它是什么练习 还有那些调号是什么音 我都不用看 我只是数一下有多少个声号 和多少个降号 我就找到答案 那五个降号就是bmajor 那有很多人都用另一个方法 我们会数最右手边的声号 高一个音 就是major key的音 例如这个最后的是e-sharp 高一个音就是f 那么f都要sharp 所以就是fsharpmajor 那一样 最右手边看看这个是什么声号 这个是a 再高一个音就是b 所以就是bmajor 那降号的普号呢 我们就会看me2的降号 就是右手边数过去第二个降号 那么那个降号是什么音呢 这个major key就是那个音开始的了 譬如右手边数过来第二个降号 这个是db 所以就是dbmajor 不过这个方法呢 就有一个不好处的 因为有时呢 那些譜可能是手写的 那手写呢 有些人可能画些声号 画得不是很适合位置 或者写得很了 可能会令你看错了那个声号 或者根本它画错了 如果你根据它画错了的声号 去找那个调 那就可能找错了 所以呢 我也是建议大家 数多少个声号 然后去背口诀了 那我们一起做多五条 六个声号 f-sharp-major 两个降号 f-boy b-flat-major 声号 两个声号 go-down d-major 六个声号 f-sharp-major 三个降号 f-boy-e-t e-flat-major 好 那我们做另一个练习了 就是 就是 就是在staff construction下面的key signature construction 那一样我们看一下setting那里有什么选 那 clef呢 你就可以选了四个你已经学了的clef key signature 一样你可以选了它 除了七个降好七个声号不要选之外 全部选了它 scales呢 你也可以选了major 那我们迟些教了minor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选了minor了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练习了 那这个练习呢它就问你b-flat-major 那个key signature是什么样子的 不过呢它就不需要你画出来的 你只是在下面选它多少个声号或者多少个降号就可以了 b-flat-major 我们可以记口诀啦 fat boy eat all day fat boy 那第二个字呢就是b字头了 那我就记得是两个降号 然后submit answer b-major go down and eat breakfast 五个字 那我就记得是五个声号 G-major 一个声号 C-major 没有声号 G-major 一个声号 那这个练习呢应该难到你们了 A-flat-major fat boy eat all 四个降号 G-flat-major 我记得是六个降号 D-major 两个声号 E-flat-major fat boy eat 三个降号 D-major 两个声号 那今天我们这个影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帮到你呢 那你就给一个like 和subscribe我这个channel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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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